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家里狗狗去片场探班孙丽等等还举着面人跟妈妈嘚瑟呢 母子俩对着面人交谈的样子真是超认真 说不定这个面人就是孙丽亲手制作然后送给等等的礼物 干一行爱一行工作再繁忙也不忘了生活乐趣 在拍戏之余不仅充实自己还能和孩子玩到一起 娘娘的生活态度真是超赞对不对 你能想到的追剧的最高境界是啥样 小八哥最近被河南一位淡定哥深深shock到了 根据网友的照片 最近河南信阳连日暴雨 一位大哥在家中出现严重积水的情况下 不顾自家被冲走的风险 一边吃着水果一边看着赢宝的楚桥传 从照片上看 当时屋里的积水已经有半米深了 不过这位大哥依然神情淡定 风里雨里都不改追剧的执念 小八哥着实是佩服佩服 不过大哥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而且此等让人哭笑不得的事还不是第一次发生 之前一位偷车男子在被警方通缉后逃回老家 随后为了看花千古每晚都跑去网吧 最终被民警发现行踪一举抓获 后来这枚追剧歌交代 知道自己被通缉 但还是忍不住想看剧情进展 网友纷纷评论 你是来搞笑的吗 还有很多剧情你暂时看不到了 好好悔改 出来继续看 营帮你瞅瞅你瞅瞅 你演的戏不仅提神行脑 居然还能帮警察叔叔捉贼破案 真是十分厉害了 电影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昨晚一口气公布了三款游户海报 杨阳和刘亦飞在三生不同阶段 分别呈现了三套情侣造型 其中最新曝光的墨渊与丝音造型 带给网友们不小的惊喜 看到身穿暗色系铠甲的墨渊 有网友松了一口气说 真有墨渊 还以为这角色删了呢 旁边的丝音则竖起头发 身披战甲 外搭一件宽大披风 引得不少网友表白 丝音哥哥帅断腿 再来看看另外两世 水墨长山的夜华素素 看起来田径美好 身穿华丽战袍 手拿武器的夜华和白浅 则气势惊人 看了白夜夫妇的三世情侣装 那我们最爱的是哪套呢 昨晚的楚桥传 大家看哭了吗 原春公主大婚之日 被清天卫地坑了 被艳群哥哥骗了 之后还被抛弃 被施暴 李信的爆发式演技 更是看得人无比揪心 天真活泼的原春公主 为什么落入如此凄惨的境地 复盘一下原春公主走过的路 真真验证了一句话 女儿千万不能傻白甜 要不真的没有活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 让头条军 好好给大家分析分析 最近的楚桥传又开大了 随着艳群一句惊心动魄的嘶吼 剧情进入长安乱阶段 虐心几数也是蹭蹭蹭往上涨 屋里艳群世子画了眼线 扎了小片 还换了口红四号 彻底造反黑化 楚桥同学营救秀丽君 正式开始自己的女将军之路 不过在这场混战中 最让观众心疼的 还是命运凄惨的春儿公主 先是被亲爹算计 又被未婚夫利用 在大婚当日磕破了头 又惨遭抛弃 还被烟北士兵轮番凌辱 简直是史上最惨女儿了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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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 也许哥哥 春儿求你 不要造反好不好 看到这里 头条君忍不住为李沁的演技爆灯 更通过李沁扮演的原纯公主 发现一个真理 那就是 傻白甜的女儿真的没活路 更何况还是在 斗天斗地斗天下的乱世 再来看春儿的妈妈 虽然自己是个宫斗高手 却把女儿养成了不安事事的傻白甜 而贵妃娘娘一次次粗暴的山儿光 也无法唤醒被恋爱脑掌控的原纯公主 你去找她 你不怕死吗 死便死 就算是死 春儿也要跟燕寻哥哥一起死 母飞 不管你怎么样阻拦我 我倒要去救燕寻哥哥 她真的喜欢她 以后收了她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呀 还有燕寻一次次的冷漠与警告 也被公主选择性无视 春儿希望你可以开心一点 春儿 我们回不到过去了 过去的燕寻也已经死了 你我自有一袭长大 所以 现在 趁我还良心未眯 趁我还对你念有一份旧情 不要毁了你自己 春儿要保护你 春儿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不能让宇文华那些坏人来伤害你 只要和你在一起 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只是有些同情公主 她虽然生性刁蛮 但对你却是一往情深 大婚之后 她该有多伤心 这种时候 过不得这么多了 虽有可能伤了公主的心 但你我也很有可能性命不保 傻白甜女主 有可能是万人宠溺 但没有主角光环护体的 傻白甜女二 简直是没有最惨 只有更惨 大写加粗的炮灰 还有网友感慨 跟那些战斗力爆表的 很多女配们相比 纯二公主 真是一枚非典型女配 你看大梁公主 深入敌国 挑拨离剑文武双拳 下智的闺蜜 成七七 机关算尽 逼走轻敌 一夜成名 还有我的前半生理的 小三零零 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战术高手 只有屋里纯公主 身为女二的命 却有一颗女主的心 结果就是惨遭父亲和情郎 联手利用 终于被推上黑话之路 这里再小小剧透一下 经历人生大幻灭的纯二公主 此后性情大变 不仅频频陷害楚桥 还勾结犬容 攻打西蒙 欲乱天下 傻白甜变恶女的圆纯 终于要正式加入战局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请在观看节目后 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互动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更多的八卦资讯不容错过 外出时大家注意防处降温 咱们明天见 拜拜